历史学综合考研试题,凡尔登条约,分割法兰克人的加洛林帝国的条约。这一条约是加洛林帝国瓦解的第一阶段,预示近代西欧国家的形成。840年路易死后,爆发了公开的战争。路易的第三子日尔曼人路易联合查理,攻击掌兄皇帝罗退尔一事。罗退尔在丰特努瓦拜北求和。 843年8月,在凡尔登达成协议,罗退尔仍保持地号,获得中法兰西亚,即包括金比利时、尼德兰、德国西部、法国东部、瑞士、和意大利大部的一个狭长地带。 日尔曼人路易,获得东法兰西亚,即莱因河以东的地区。查理获得西法兰西亚,即金法国的剩余部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